弟兄姐妹,在疫情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紧张,都会恐慌 但是第一个,我们真的要看见 上帝在台湾正在做一件新的事情 我就记得在出埃及记载这一边所讲的 摩西对着以色列百姓就说 不要怕,不要惊慌,站住 看见耶和华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今天这也是我们在这边 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 第一个,不要再害怕 不要怕,因为上帝他还是做王掌权 第二个,我们不要一直跑来跑去的 好像就是无头昌一样的紧张 我们要能够站在这一边 因为你要知道上帝他掌管一切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能够看见上帝在这边做的事情 让这个坏球变成一个的好球 让这一个在人的眼里头看起来是灾难的 但是看上帝在这边 怎么样万事都互相效力 把这个扭转过来 成为一个的好球 我们来做一个的祷告 上帝我们就祷告再一次 主啊,你把平安给我们 上帝我们再一次祷告 你把医治给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你的神迹奇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你的奇妙的大能 主啊,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让我们开始经历 上帝啊,在有些弟兄姐妹在工作上面遇见到困难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你供应给他们 你带领他们要能够走过这一条旷野的道路 上帝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就是在这一边继续的相信 台温在你掌控里头 台温在你的手中 不管恶者在这边有什么样子的计谋 主我们祷告你要胜过一切 谢谢你耶稣,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祝福你 你要经历上帝的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